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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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横山运动 又可以抗疫 虽然为人多 但如果你在家里屈住屈住 都会屈出病 你们会做些什么防御措施 基本上都是戴口罩 虽然现在横山都是戴口罩 都不会脱脱口罩 上个星期都没有人 今天是第一次最多 往后可能都 未来这两三个星期 天天都爆了 因为有红烟 你们会怎样去避 下个星期不踩在这边 踩在底部 是啊 因为这边这条练车路线 挺好练的 但是没有人发太多人 你都没解 因为都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多人 都是怕的了 都是担心 是啊 是啊 我宁愿 塞了一换口罩 好过 你看看这里的人 比旺角更多 你敢不敢脱口罩 来到一些多人的地方 都多些人带口罩 可能少些人 那些人都会有 是啊 但是拍照大部分都会脱口罩 我看不到 都会 因为你拔了一些烟 或者你人这么重 下去都会断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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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了那些树 可能十多年才生 前面那些在平地上生 会比较好 但是现在这些 好像那些很多人 在斜坡上 你拔它就会比较危险 可能一来它倒掉的时候 人会摘到人 二来就 就没得看 不是你自己看 其他人都会想看 但大家共同都有 还有 你可能今年 拍完照照 但下年它塌了 就没什么拍 就是 还有 不可以那么自私 有些高兴的心 所以我们觉得 可能有些标识 会令到提醒香港人 会比较好 欢迎收睇到 網点评 我是莉思 总部在北京的 生物医药公司 科兴生物研发的 新冠病毒疫苗 日前已经云底印尼 准备开始大规模接种 印尼政府押补中国研发的 新冠病毒疫苗 来扭转防疫劣势 分析认为 此举可能相当于 让印尼签下一个高利率的外交债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 日前运送了120万剂疫苗 比疫情最为严重的 东南亚国家印尼 下个月 还会再运多180万剂疫苗到当地 中国优先让印尼得到疫苗 或者可以为印尼解决延迷之急 但专家认为 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中国的疫苗外交不是没有条件 分析指 北京可能会使用其捐赠的疫苗 来推进区域疫情 特别是南海主权争议等敏感议题 有战略与国际研究员指出 印尼和中国药厂签署的疫苗供应合约 突显了中国对印尼的潜在影响 以及印尼长远有几大程度上 高度依赖中国医疗供应链 有分析就认为 印尼尽管偶尔和北京发生摩擦 但深知和中国保持良好关係 对印尼各方面尤其重要 好似是这次的疫苗 印尼当局即使清楚 可能会因此欠下外交债 都是只能够硬着头皮而上 分析指出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未出现涉及疫苗的重要交换条件 但印尼每个人都清楚 要在外交政策上 采取一系列行动 或者其他可能破坏和中国关係的行动 是非常困难 有舆论指出 美国为对抗中国 在南海越来越强势的表现 将印尼视为是主要战略伙伴之一 但如今 美国自身陷入国内的抗疫战 已经无力应对北京的疫苗外交 好了 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收看